效評估的時候我們叫做DEA DE的話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用過去的資料 就是你過去投入了多少的這個 這個 投入項 那 產出了多少的譬如說你用產出多少銷售 你用產出多少的那個支出 那我想用這些資料去推測 下一年度 他應該有的 這個 人數 投入項還有 我的 銷售 那如果今天我們去假設一個東西你今天如果是 你有每個 寄資料 那每個資料有一點的話 對一個銷售部門你投入了多少 的銷售 銷售人數 用了多少的成本 那 營業成本 你有 人力成本跟 營業成本好了 那你有這些的 營業成本這幾個資料 那你有寄資料的話 那你寄資料如果夠長 譬如說你今天一年有四季嘛 對 一年來講話本身有四季 那這個四季裡面 你基本上 假設你今天有差不多六年的資料 嗯 那你有一個資料 你因為你人力 營運投進去嘛 那 這些 投進去以後你運用每一年每年的資料 那這些在講話會產生 你的 營收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的營收 可不可以分細項出來 譬如說是 哪一期的哪一期的哪一期的 有 有北區中區南區 北區中區南區 你是指 業務區域嗎 還是指什麼 什麼區 你的 你的收入來源 會不會 收入來源 不同的 不同國家 不同的這個 與 與什麼 就是銷售的地方 你是按照銷售的地方不一樣 銷售地方不一樣 銷售地方不一樣 就是說中國 然後 可能是越南 然後可能是台灣 這樣子的一個區域嗎 對對 那如果你只要分大區 就好 因為你要一車每一區 大概 多少 對不對 就是台灣、越南、大陸 這樣子三區來分就好了 可以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 推估 推估什麼 你知道嗎 推估是說 你有 譬如說你有 有六年資料 假設你現在的資料 目前來講話是從 2016好了 2017對不對 2018 2019 2019 2019 到2020對不對 那我要推估2021 的所有 人力 所有 媒季喔 媒季的 就是 不要推估20 2012年對不對 的人力 營業 還有 所謂的什麼 各個台灣的營收 越南營收 等等這些資料的話 我基本上就可以推估到 2021 2022 2023 可以推估到三年就對了 就是 我只要 2012 2011 推估出來對不對 是不是就可以推估 再把20 拉回來 再推估2012 退完以後再拉回 2012再推估2013 好 是2021還是2023 就是我看我要推估幾年嗎 譬如說我今年 已經有資料到2020了嘛 對不對 對對 那我要推估2021的話就根據這 5年的資料去推2021 那2021推完以後我是不是變有6年資料 6年資料再去推2022 然後再去推2023 這個叫做 DEA裡面的叫resampling 就是 就是重複估計的方法 重複估計喔 你有點重複估計的DEA方法 去退估 但是推估出來就是 都是你的那些人力 等等這些東西 重複估計 那現在就是 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 我們是4季推嘛 那推到2012的話 事實上沒有辦法推估 他只能推估 2021年的一個 第1季而已 那如果我要再推估第2季的話 要把這幾個再什麼 再弄完以後再推估第2季 第3季第4季 你懂我意思 我一定要有第1季完了以後才能推過2012年的第2季 再有2012年第2季再推過2013年第2季 對 就是我要推一年要推4次就對了 一年要推4次 就像老師剛才講的那個DEA的那個很好用的那個模式就對了 對 對 好 問題如果你覺得 因為 因為 這種方法 他 他的問題是在說 他是按照過去的經驗去做 但是因為發生COVID-19這些東西 你沒辦法去 準確去預測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Interval 就是所謂的一個期間 區間 他就是做出來的話 他會有個期間 那我們現在推過出來是一個平均值而已 但是你也可以找期間說大概 會借在哪一個範圍裡面 好 好 好 那大概 所以 你題目 如果要用這樣的概念來講話 你可以 想的題目來講話是 這個 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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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代理 代理商 品牌代理商 A品牌代理商 代理商 A品牌代理商 代理商 是 營運 雲運 那 用油封號叫resampling resampling 好 DEA DEA 好 謝謝老師 可以喔 同學 好 其他的 來 還有沒有 有誰 有誰 叫風 你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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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目前的話我是 錄文還沒有什麼主題啦 我還在想 對啊 好啊 那你不然你就再想看看好不好 看看怎麼樣 OK 那還有沒有其他 就是你的RAWDATA一講話 你目前是說 我們在做績效評估 啊 他講話是說你看要以公司本身的這個績效去做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是可以說 一般我們因為我們在做那個DA 是讓是一種相對比較 你懂我意思 就是說你 你一家公司出來的話 你本身如果你可以分不同部門 對不對 就是 你看能不能分成不同部門 那部門來講話最好 是能 分出的 譬如說 我講的部門來講話是這樣講 不是說在你們講的是行政部門 或者是什麼財務部門 因為這樣的部門 怎麼加 頂多五六個 五六個不行 因為我們是要評比 什麼 行政部門跟財務部門做評比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做說我如果 我基本上來講話像以前 人家一家大公司 會有很多 像譬如說我這樣講 銀行 銀行是不是 在各個地方都有分行 對不對 那他們就可以做分行的比較 你用這種概念去思考 我如果有很多分支 那我就可以怎麼 做分行的比較 但是 你們花園酒店的話 是不是有很多 不同的 換電在不同 世間而已嘛 所以你看世間你的 你的那個公司 我們稱為DMU DMU就是不夠 不夠來講話就是說你至少要有 差不多15到 20 最好 知道嗎 那如果你沒有到15 20來講話 你只能 做一件事是什麼 用年度的 評比 就是把每個年度當作一個 好像一個公司一樣 那如果你今天有15年的話 你就有 15 等於15家在評比 評比哪一個年度表現的 比較好 那哪個年度裡面 因為你的投入 應該要改善的有多少 那甚至剛剛 小金不是有一個方法 對不對 他本身叫做resampling 你想說我要 推估 推估什麼 推估未來 來講話 到 我花眼酒店來講話 未來的銷售 我的利潤 對不對 我想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你就 把這 十幾年的 來推估什麼 推估下一年度的 好 就是你基本上 那你今年的落差比較大 對不對 那基本上推估會受到這一年度的一個影響性 但是因為我們在推估的話 因為是好幾年在推估的東西 如果你的林魯辣的夜場 那這一年來講的話相對的影響性就會比較小 那如果說你年度拉的比較少的話 那你這一年的影響性就相對的比較大 但是一般我們在做統計 我們不希望說把這一年比較奇怪的把它拿掉 很多人都做這種事 就是把它當作集團組在做 可是我們在做的話 其實 不希望這樣的一個狀態 還有一種方法是說 你一個不要拉進去一個拉進去去做一下比較 也可以 我一定要有投入跟產出的資料 投入跟產出的資料 那一般你的投入來講的話一定有員工 對不對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本身是不是有一些設備跟資產 我們一般把它稱為房間數 是不是 固定的資產有嗎 固定的資產有嗎 其實那個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说你本身每个投入跟产出变数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义 如果你有不同意义来讲的话 你才有办法分析很多的内容 包括是说有的人会把那个房间书 因为旅馆把房间餐厅这些东西都混出 如果你不混的话 你就是一个固定市场 固定市场在分析的时候 大家就会不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如果你现在讲话告诉人家说 你那个房间书有多少或什么 那个感觉就会比较强烈 都是一个电瓶子的地方 就是一个给人家让我们的电瓶子的地方 大家看如今这个房间就会有点麻快 我们完全有点麻快 我跟你講我們先談投入項 像員工固定資產對不對 那是最基本的 如果固定資產你可以分比較細 譬如說 你有什麼設備有什麼設備 比較有電腦設備或者 其他土地 如果你這樣分 分得一兩項就好 如果沒有辦法分出來的話就是固定資產一項就好 你懂嗎 產出的話一般我們分的產出都是 你的房間的收入 跟什麼跟餐廳的收入為主 沒有沒有沒有我要的是那個什麼我要的是那個 那個 房間的總收入就好 你我們現在 住房的總收入跟餐廳的總收入 蛤 跟大家說 你那10年 可不可以拉得更長一點 到15年 沒有啊,15年就15筆而已啊 蛤? 你們又幾年? 97,97,98,99,100,101,102,一共幾年啊? 十幾年左右 是怕那個DMU不夠啊 就是 一般的話,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是要用記資料去分 對啊,你先說年資料 年資料跟記資料都收好不好 對 結論來講話就是它主要 然後這個model主要是在評估 就是未來的整個那個什麼 就是你的營印嘛 還有你的員工數碼 的一個動作 那每年度來講話可以看出來是 它到底來講話 哪一個年度表現的會比較好嗎 那就是說 每年度來講話 應該 要 就是本身來講話 就是會有個總的 是看出 它應該減少的一些情況 大概是怎麼樣 就是 員工啊 或者是一些 固定資產啊 或黃金素的收入 是不是應該要增加啊 或者是餐廳應該要不要再增加 就是在討論那些 每個 就是你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投入產出 是因為 投入產出最後每一個 都要分析啊 但是那個分析裡面可以看出 它 做的情況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 做的還不錯 比如說如果員工跑出來的話 事實上大家的效益都很好 那基本上就不用再去改善 但是黃金素是不是收得不夠好 那應該是不是應該增加 那哪一年度最差 等等 這個都是 考慮的一個因素 老師我發問一下 你看